彩华姐她剛才的打扮是透視群 其實彩华姐條件很好 以她的年紀 她真的維持得太漂亮了 對 她到國外去 一定去夜店要被檢查身分證的 是 有 我發誓真的有 不是在國外 在國內 哪個國外經理 把她叫出來 把她叫出來 然後她在檢查我的身分證 我說我就幾歲了 我都快40了 都已經快50了 沒有啦 你以前還沒的 我都快40了 你說 可是你怎麼 因為我那時候我就很愛 穿那個牛仔褲T恤 然後戴一個帽子 妳可以讓老師解釋一下 老師 不好意思 講解當中 因為說實在的 她的白T恤 或者她的身上的元素 真的很簡單 對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會說 時尚它現在變成一種 越簡單越能夠看出 你對時尚的品味 或者是你對時尚的了解 剛才彩滑姐 沒有說她的透視裙 或者是她穿得不好 但是那個會感覺上 結果她很努力的 要去把每一個重點放在身上 反而對她的個子而言 是一種負擔 因為個子越嬌小的女生 你身上的重點如果太多 反而你的人會不見 比例會看起來很奇怪 所以我把它簡化成 非常非常簡單的兩個顏色 白色跟銀色 非常代表春天或夏天的 冷色調的色彩 很清爽的 我們會看到好像白天 太陽快升起 或者是看到湖水的那一片 銀白色的反光 所以看到彩滑姐 你看袖子 大荷葉的袖子 如果是彩滑姐的話 它可能會譬如說是硫酥或什麼 它可能就會變成是朗塞 我們透過很簡單的棉T的料子 然後擺荷葉的這種三大折的效果 來引出它銀色的這種魚尾 小魚尾 其實魚尾不見得一定要長魚尾 或者是過膝 因為過膝的魚尾 對一般的女生來講 這個比例很難抓 你可能如果說自己身材的比例 沒穿好的話 看起來腿變很短 這種短板的魚尾 提醒大家在穿魚尾裙的時候 像剛才欣梅姐說 寬褲她要穿低腰 但一定要記得 對 魚尾一定要穿中高腰 讓你的跨骨的線條 還有你的腰的線條 因為女生通常腰比較細對不對 線條要出來 對 那個魚尾的線條才會明白 對 那個漏斗 我們屯形的漏斗的位置 一定要出來 這樣才會有魚尾的美感 明白 對 所以一定要把它穿上來 然後如果說擔心自己的比例 不夠漂亮的話 透過這樣子鬆鬆的T恤 把它微微的局部紮起來就好了 來創造這種比較隨性的感覺 身上其他的飾品 從項鍊 戒指 眼鏡都是走銀色調 對 包括他的鞋子 很漂亮 包括他的鞋子 小花的這種 很難站吧 很難站 我意思 兩鞋式的高跟鞋 你會覺得很簡單 但是穿起來就會覺得 這個人很有時尚品味 對 那麼今年真的有很多的魚尾裙 首先 鞋子配上 繡花刺繡 漂亮 真的很可愛 對 然後呢 記得有了一個重點之後 身上其他東西要簡單 不要太過逼近 然後你看 了解 棉質的這種拼貼 個性化 的條紋 它是要配什麼 配白T 都配白T就好了 對 其實今年 白T走天下 今年真的白T走天下 你隨便配一個白T 或者是你可以配一個 長板遮到屁股 如果你對自己的臀型 沒有太大的把握的話 其實老師 你可以比這裡沒有更新 而且 對 媽懂 對 或者是 你搭一個牛仔外套 搭一個這種 因為它剛好就白T 所以這樣就好了 對 但是這樣子搭的話 袖子跟他就太多了 對 就會太多了 就白T就好了 或者是你看像這個 Leon的橘色 椅子要很高 對不對 對 其實今年的魚尾 都會有一些些的變形 就是你看 它不是傳統的 就是收進去之後直接展開 它透過了布料的這種延伸 它的魚尾出現在後面 前面穿起來的時候 會覺得好像只是一個 直的裙子 對 其實它的魚尾擺 是放在後面 所以你看 當你走動或者是 轉動的時候 就會有不一樣的線條呈現 這是魚尾的部分